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爱死亡和机器第18集秘密战争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 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 一只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他们整装齐发 一字排开进入了一个村庄 展开了搜查 村里空无一人 满地的尸体让士兵们感到惋惜 他们的尸体残缺不全 死相恐怖 像是被什么怪物疯狂般厮杀过 士兵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并询问了中尉 原来他们的秘密任务 就是追击一种名为食尸鬼的恶魔 他们大量群居伸手矫健 说完后 中尉命令士兵们继续追击食尸鬼 不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这时一名士兵向中尉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们担心小分队之间距离太远 遇到危险时无法及时支援 中尉则表示这是上级的指示 分散开会有利于搜寻怪物 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在一处阴森恐怖的丛林中 中尉一伙发现了怪物的踪迹 随即全员埋伏 死即备战 很快 怪物便出现在举弃镜中 隐约显出身影 随着两声枪响 小分队的据点曝光 怪物们发了风扮 向士兵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士兵们与怪物展开了激烈的平杀 而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怪物 让士兵们有点措手不及 好在经验丰富的他们 并不畏惧这些怪物 很快并击败了怪物 但战士们也伤亡惨重 而在战场不远的一个地方 他们发现了一具冻僵很久的尸体 证件上显示 他是一名军官 另外还从尸体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 夜晚 小分队找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安宁扎寨 在这安静的夜晚 却被远处的强炮声 打破了这般宁静 中尉看着远方的战火 那是另一个小分队 在与怪物战斗 但是由于距离过远 中尉也爱慕能助 他回到寨内 咱看那个从军官身上搜寻出来的日记 日记本 记载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在1919年 苏联红军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便派遣军官去执行了一项秘密的任务 通过巫术 召唤出了来自地狱的恶魔 石狮鬼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巫术根本压制不了这些石狮鬼 很快 在场的所有人也全部被怪物消灭 石狮鬼从那以后不断地啃食人类 士兵听闻 便提议将真相告诉上级 但中尉认为 上级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会杀人灭口 所以他们才会被派遣执行任务 消灭所有怪物 在经历一段坎坷的雪山路后 他们发现了巨大的矿洞 这就是怪物的老巢 为了彻底消灭他们 不让他们围惑人间 中尉安排爆破手 前往坑洞安放炸药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 但就在他们引爆炸药 准备与小分队会合时 巨大的矿洞 由于炸弹的波及 产生了大面积的坍塌 两人也因此丧命 此时更大的危机正在降临 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炸弹的威力不足以杀死这些怪物 反而惊动了地下更多的怪物爬出 中尉果断地下达最后一个命令 由于马根本跑不过怪物 所以中尉决定死守悬崖口 并让其中一个小斌 骑上快马赶紧逃离 小斌是中尉的儿子 他愿意和父亲一起战斗 并肩作战 他不畏惧死亡 但父亲有新的任务托付给他 就是将这里的坐标汇报上级 让他们将这里炸成焦土 中尉带着紧声的几名士兵 死守悬崖口 他们决定死战到底 很显然 他们没有任何的胜算 但为了给小斌争取一点宝贵的时间 他们贫光了最后一发子弹 贫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怪物如潮水般袭来 士兵们顽强地反击 最终所有的战士们全部英勇牺牲 中尉则在最后一刻暗下了引爆气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但他们的牺牲很快就换来了一架架轰炸机 怪物们被炸成了灰烬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